港姐麥名思和馮瑩瑩今天錄影無線節目 《年輕人聊天》 討論男生選擇女友是初過以為有經驗 Louisa坦然曾經是前者 但同時被傷害過 臨作的嫌疑非常之大 但我覺得其實一個人有這些經歷和回憶才會比較立體 我有幾個前男人 而且每一個疤痕未必是所謂對方令到你傷心的疤痕 而是每一段關係 譬如因為實際環境或者大家的不合而分開 傷痛的回憶已經是一個疤痕 經常被批評言論出位的馮瑩瑩 表示節目上會依舊暢所欲言 因為遲著有剪接我 因為我們這裡的節目的效果 都是想大家可以自由地聊天 好像年輕人聊天一樣 所以你都不會就著就著的可以見到 然後都是靠剪接人的最精彩 和大家覺得想看的內容出來 但我發現他們把我醉爆的就是越剪下去 雖然我聽我說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想著用來補充 就不會出街 但誰知道最後還是出了街 但不要緊 我看到那些位置也挺有討論價值的 他們覺得出了街 公司覺得沒問題 其實也沒問題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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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